诗篇第147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歌颂我们的神 这是多么美善 赞美祂 这是美好的 是何疑的 耶和华重建耶路撒冷 招聚被赶散的以色列人 他意好伤心的人 裹好他们的伤处 他数点星辰的树木 一一给他们起名 我们的主伟大 大有能力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耶和华扶持谦卑的人 却把恶人丢弃在地 你们要以感谢的心 向耶和华歌唱 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 他以蜜云遮盖天空 为大地预备雨水 使群山长满青草 他把食物赐给走兽 也赐给提教的小乌鸦 他喜欢的不是马的力大 他喜悦的不是人的腿快 耶和华喜悦敬爱他的人 喜悦仰望他慈爱的人 耶路撒冷啊 你要送赞耶和华 喜安啊 你要赞美你的神 因为他兼顾了你城门的门栓 赐福在你中间的儿女 他使你的边界平静 用上好的麦子 使你饱足 他向地发出命令 他的话迅速搬行 他降下像羊毛一样的雪 洒下像炉灰一样的霜 他抛下像碎屑一样的冰雹 面对他发出的寒冷 谁能抵受得住呢 他发出命令 这一切就都融化 他使风刮起 水就流动 他把自己的话向雅各颁布 把自己的律例和典章 向以色列颁布 他从没有这样对待其他各国 他们都不知道他的典章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只 我 我 我 词